大家好 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使星空变成有星轨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制作之后的效果 之前的 之后的 好 我们从头开始操作一遍 我们首先打开一张星空的照片 我们按快捷键 Ctrl加J 复制出一个新的图层 我们继续用混合键 Ctrl加T 调整图层 我们把它的W值改成98.8 H值改成98.8 角度改成0.1 接下来 我们选择右边面板中的正常 把这个菜单栏打开 我们选择变量 之后 我们双击鼠标左键进行确定 接下来 我们按下组合键 Shift Ctrl Alt 加T 进行重复操作 我们按住Shift的键 将拷贝出来的图层 全都给它点选上 按Ctrl加J 进行编组 编组完成后 我们先把前面的小眼睛给它关掉 选择背景图层 我们在左边的工具栏中找到套索工具 对下面的上半进行选取 选择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右边面板中的创建新图层 我们选回背景图层 按快捷键 Ctrl 加C 复制 然后我们再选到图层2 Ctrl 加V 粘贴 我们把主1的小眼睛点开 把图层2移动到主1上面 这样新轨的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好 我是老李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